临近美国11月总统大选 特朗普政府却目光紧盯中国 频频对华出招 例如在涉港涉疆议题上抹黑中国 妄议中国内政 除此之外 在南海议题上 美方自身行动不断 频频派遣侦察机进入南海侦察 却还倒打一耙指责中方的军事行动 破坏争议海域的局势稳定 期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还指责中国对南海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主张 完全不合法 美政客已经不止一次拿南海做文章 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 并试图挑起南海周边国家 对中国的对抗情绪 面对美方的肆意抹黑 中方也不再忍让 据海外网9月10日报道 9月9日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出席第10届东亚峰会外长会 期间就南海议题发言 针对美方对中国关于南海问题立场的各种抹黑 王毅外长陈述了三个基本事实 第一 中方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主权权利 有着充分历史和法理依据 第二 中方坚持睦邻友好的周边政策 始终致力于在南海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 第三 中方始终致力于遵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 接着 王毅外长还直接痛视美方在南海的军事行动 称美方出于自身政治需要 直接介入本地区领土和海洋争端 不断炫耀武力强化军事部署 正在成为南海军事化的最大推手 仅在今年上半年 美军就已派出近3000架次军机 60余艘军舰 包括多批次轰炸机和双航母编队 这一数据 无疑是美国在南海军事化的铁证 直接粉碎了美方所谓的中国威胁 让世界认清谁才是南海的搅局者 另外面对美方企图挑拨南海周边国家关系的意图 王毅外长也毫不留情地指出 美方对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指手画脚 干扰中国和东盟国家协商解决争议的努力 挑动地区国家对立对抗 所作所为就是要搞乱南海搞乱地区 为推进其印太战略制造借口 如今美国正在成为破坏南海和平的最危险因素 王毅外长此次在南海问题上密集发声 无疑给了美方一计重拳 粉碎美方在南海议题上有关中国的留言 同时展现了中方坚定捍卫南海诸导主权 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的决心 我们下期见